这原本是老人在迷迪岛中最狼狈的一次游戏体验了 用抱头鼠窜来形容都毫不夸张 我想破脑袋都想不明白 为什么一件准T0级别的神器 却要被策划重做成一把现眼的垃圾 大家好 我是一年365天都坚持高线的攻略UP主 游戏宅玩家 你干嘛 用粉丝小伙伴的要求 本期翟哥决定以红武阿诺比斯的权杖为主题 为大家带来一次全面的强度分析 那么闲话少续 咱们马上进入本期的主题吧 首先阿诺比斯的权杖是第三关BOSS 阿诺比斯的专属红武 将其击败后便有概率 从他的宝箱中直接获取 除此之外玩家也可以借助特卖日挑战因子 来随机刷新 总之只要获得8次便可解锁他的锻造资格 阿诺比斯权杖在当下的武器属性分别是 攻击0点 蓝号5点 0点暴击0点便宜 他没有任何的攻击能力 只能通过召唤三个墓碑 将去内除了BOSS之外的怪物变成木乃伊 在木乃伊状况下 他的伤害不仅会大幅降低 而且变身的瞬间也被判定为死亡 在5秒后幻化成灵魂 被阿诺比斯的权杖吸收 当权杖的器材数量超过30个的时候 便会激活特殊按钮 直接召唤木乃伊写着攻击 每10个灵魂可以换算成一个木乃伊 所有想要召唤海量的木乃伊 就需要玩家频繁的吸收 看在这里小朋友小伙伴们也已经对这把武器有了基本的了解 那么咱们接下来就一起分析一下他的实战强度吧 首先 当前的阿诺比斯的权杖其实是一件重制品 而在旧版本中它是一件多弹道的武器 只具有幻化木乃伊或者是青蛙的能力 在对战BOSS时除非有狂战雕像 否则没有任何的攻击力 如此这般大家是否觉得 拥有召唤能力的新权杖 要比前者更强对吧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要知道阿诺比斯的权杖之所以重做 除了因为他对BOSS无法造成任何的伤害之外 他在邪王的迷阵世界中太过强大 也是他被重做的重要原因 也就是说全新的阿诺比斯权杖 其实是被虚弱过的 尤其是在这个模式中 这种命中率堪忧的墓碑掉落方式 可远不及散射 那百分百的命中更具效率 至于咱们之前提到的召唤能力 那简直是积累到不能再积累了 为了验证这个效果 翟哥专门去了米特岛南都六周进行的测试 在积攒了大量的灵魂之后 用召唤之力来对战输妖王 这里老战需要额外说明一下 我们所召唤的木乃伊数量 并非是无限的 上限为20个 而木乃伊的子弹伤害只有区3点 并且血量也只有十几点 所以任何BOSS的一招群攻 就让我们的前期准备复制动力 所以他所谓的召唤能力来对战BOSS 简直就是一个笑话 我们这时候可以总结一下 他在邪王的迷阵世界中 虽然还可以迅速清理小怪 但是由于命中率堪忧 实力与救法杖相比 简直是天差地别 而他所谓的召唤之力 因为木乃伊的实力受限 根本无法对战强大BOSS 所以如果真要用这点武器的话 倒不如将其放到副手 借着5秒钟自动召唤墓碑的能力 来辅助攻击 也算是非无利用了吧 说到这里 估计会有小伴产出疑问了 难道迷队岛中的强化属性 地牢中的天赋技能 也无法改变这个现实吗 关于这一点 咱们接下来就盘点一下他的强化技能吗 首先由于阿诺比斯的权杖 并不具备任何的攻击力 所以迷队岛中的失误 并不能直接对他造成任何的强化 只能靠了一次于 杂瓦的这种远程伤害的失误 强化他所召唤的木乃伊 除此之外 他的适配天赋分别是 可以增加两个适配的 现代增加天赋 可以强化召唤木乃伊许恋了 宠物强化天赋 以及不会让怪物变成精英级木乃伊的 法杖增强天赋 最后还有通用技能 攻速加快天赋 其他就算再有宅哥没有刺激到的技能 其增益效果也是微乎其微了 所以就算勉强达成了满配 阿诺比斯的弱势 也就无法获得改变 只能算是鸡肋 而且是鸡肋至极 那么以上就是老赛队 把红武全部点评 如果屏幕前你有什么想法和建议的话 欢迎在下方讨论区留言交流 我是元气骑士 日更UP主 游戏咱们加 点赞加关注 咱们明天老师见 本节不散